透过实作立刻印证实习结果 让南农国中学生乐在其中 本学期南农国中实验教育开设AI课程 邀请金融商工航空电子科的老师们协助开设课程 因应未来的无人载具或系统中 需要多种感测器以达到特定目的功能 本次课程即以感测器为出发点 训练感测器的基本原理 并利用感测器来训练AI里的逻辑运算思维 学生透过这些逻辑思维了解在人工智慧里 是由无数的逻辑判断而模仿出人类的思维 最后由学生自行发挥创意思考 结合多种感测器设计出智慧台灯 智慧夜灯等电子产品 让学生在课程中马上有所成就 这样的基础课程也让未来学生是要了解的 AI OT智慧物理网打下基础 基隆市南农国中游四维校长说 这门课是南农国中实验教育里面的AI课程 那跟机商的合作关系是源自于 我们基隆商工长期对基隆市的国中 不管在职业进入的试探 或其他科技教育的支持跟协助上 其实早有轨迹 那这一次特别我们用跨域的方式 结合了航电科、电机科、资讯科等等 进行了跨域的课程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学生在基隆商工优质团队的协助之下 能够对未来AI的领域 不管是在基本认识 还是在感测器 还是在整体的系统设计上面 都可以有更进一步认识 基隆商工洪光贤校长说 开心能够今天跟我们南农国中的合作课程 那我们知道整个人工智慧 是一个未来的人类的一个趋势 以及未来的生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教育里面开始扎根 从现在做起 让学生能够面对到未来的一个生活的适应 以及挑战 那基隆商工长期以来 在这个AI以及无人机等等这些课程 非常专业非常多年 也非常用心 那包含了我们机器人 以及无人机的这个方面 我想我们陆续都会把这些课程 来跟南农活动合作 透过模组化教具 强调物件的功能性 简化实作 减少使用电子元件插件 造成的错误与瓶颈 让设计过程简化后 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 我学到了就是可以把就是电灯 然后是封鸣器 用我的旋钮开关 要不然就是自所开关 就是可以就是当做电灯在那边开 还有封鸣器也可以这样开 用桌上面你觉得这样的东西 会不会很复杂 不会比较不会 跟以前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连连看 然后又可以很快知道它的功能 对对对 以前的就是很大一片 然后一大杯可以插的地方 像这样的东西 你会不会想说 用这样的一些材料 再做成其他更不一样 更特别更选择一些作品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对啊 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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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商工航电科 从技职教育着手 延展相关课程 并重新设计教学活动 期望洗手合作国中学子们 提早做制压体验 让孩子们能从做中学 进而找到自己潜在的专长 公民记者 蔡中和 高维成 赵世瑶 金融人爱区 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